欢迎大家收听司徒文俊的频道 今天是9月15日星期四的国际大棋局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按赞订阅和分享 建设性留言和按下我的钟仔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如果可以的都帮我们订阅司徒文俊的Patreon 和去xpond.live搜索不同的QR Code for GAM 而今天文俊继续休息的 都是由代班的蔡小姐和台长一起做节目 好 多谢蔡小姐布幕教导了 大家有听过昨天和文俊有讲的 但是今天很可惜的 因为澳门的赌牌就开始有少少微膜 七个财团欠六个澳门赌牌 而且就有这个马来西亚的云顶 这个旗下的GMM的股份集团加入 但是没有了司徒文俊我就无必献丑了 无必去讲澳门赌牌的东西了 免得失礼司徒文俊 因为他讲才够专业 所以我们就提一提吧 好了 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新闻就是 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就会面在这个乌必治克斯坦 那个会面本身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解释的 就是究竟栗战书在这个莫斯科那时候 讲了些什么 因为现在就众说昏环 初头前两天我都说是俄罗斯语 这个北京的 但是可能他听到那些人说俄罗斯语 就立刻把他的片子撕出来 人大委员在《律战书》里面讲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也有细心看的 不过我稍后再讲了 我原本就希望今天我们等到 普京和习近平见面之后的公布 会不会有澄清这件事 我们才做评论 但是你知道做节目有死线的 我们又不能拖到晚上才录的 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和那个 节目出现的时间那里有几个小时的 那几个小时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就不要估计了 只能够等 可能我们明天才讲 但是这次的会面其实就挺尴尬的 因为现在俄罗斯那边就输到七彩 那普京那个总统的宝座找不找 都是一个疑问来的 那如果万一见到他之后 他刚刚倒台 那这个真的很尴尬的 但是这个我们留在这边才说 反正今天国际新闻都不少的 但是今天的港民本身都很特别的 因为这个绑架案本身 其实很多年都已经没有出现了 但是今天就在新闻里看到了 我首先交代一下新闻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 就是在这个打鼓嶺那里 一个中年男子在10天前被人绑架 那他太太都报警了 那就是昨天可能应该交负金了 那就在昨天就在一组粉岭的一家餐厅就卖绑 拘捕了一个男子的绑匪 再拘捕其余另外一个绑匪 但是似乎如果看了新闻就没有救出事主了 没有救出事主 那就是在新界北的总区派出了 大批的激动部队的人员 和便衣警察和军庄的警员 在这个打鼓嶺的平阳村 搜查这个男子的下落 但是其中一个绑匪就说了杀了个事主 那今天就大概10天 今天应该早上的时候 就在平阳村附近的关键廟山边 找到个男子主的尸体 遇害那个男子姓张的 就是商人来的 就喜欢踢球 也都去参加这个街坊组织的足球袋 不过呢 近日就因为赌球欠了三百多万的债行 你说三百多万是巨债呢 某个程度同意也某个程度不同意 因为视乎你是什么人呢 他就说债务前身 可能这个绑架的原因就要去还钱了 还是还是什么 现在不知道了 但是就是今时今日呢 就是这个经济的环境呢 你说要去绑架 就是赚三百万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之不值得了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有眼看的嘛 当年张子强绑架这个李泽巨 那个数目是以亿计的 为什么还是做这么愚蠢的行为呢 你绑架他也没有钱给你的啦 这个也是想我猜为什么呢 就是昨天是会有这个被绑架的妇人的妻子去报案了 那可能如果他真的给到的 也未必是这样的反应啦 不过呢就是绑架案呢就绝职多时了 就是我记得李嘉诚那个长子李泽巨被绑架 或者其他这些大富豪被绑架 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来啦 那再早呢 老年那么远啊 我没出生那个时候 那些三郎案更加更加做 就是更加做啦 那些又没什么用去听的那些人了 那但是现在这个绑架案重新看到呢 那我第一样东西我觉得呢 就是身为这个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 其实应该出来交代一下 就是很多事情 比如说先前的打劫这个标行啊 有那么多的什么街头结案啊 因为自从这个立了这个国安法之后呢 大家市民的期望就是那个治安呢 是真是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好 那但是现在呢 似乎出现的情况就不是啦 我都要加一个似乎这个字啊 因为还要看看未来这几个月 各发展的趋势啊 那但是大家看到呢 现在的经济情况的而且开始比较差的了 譬如说这个Crostini 这家的饼铺 又说说欠薪三百万 是吧 就因为生意跌了三分二啦 没有钱交租 甚至没有钱出粮了 那更加没有钱欠散了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 现在这些的 就是什么绑架案啊 什么这些打劫啊 就是二十几三十年前的事又重新 就是在香港出现呢 那如果是这样就很麻烦啊 是吧 就是市民感到出街很不安全的嘛 是吧 那你一直说这个国家安全 但是市民出街不安全的嘛 那又是怎样去 是不是有矛盾呢 那这就顺带一提了 这个我看到而已 我没有确认到的 但是大家可能加上云海的Facebook 就会知道这件事了 如果是真的话 那话说云海就说昨晚11点钟的时候 就在金钟的地点站突然的程度要疏散 接着有大批的警务人员过来 那没有解释是怎样的 甚至今天报纸都没有报的 那第一件事 我就不知道那个Captor 是不是真的是云海 还是亂写的 通常是他自己拍的 他很少拿别人的图子 他多数是自己拍的 你都看到啊 你都看到啊 我看到啊 Patreon都有帖 Patreon都有帖 有啊 蔡少爺确认是真的了 因为我很害怕的嘛 但是发生什么事呢 也没有交代 报纸也没有说啊 那这个不得不去探析了 以前做突发呢 就是寄了报纸去爭的时候呢 这些新闻一定是晚上 或者立刻就在那个黄金台 但是现在就新闻大倒退了 譬如说这些 我们到今天才知道有这样的事 但是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会不会有记者问这个地铁当局 或者这个警察的这个PPRB 公共关系科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多数都没有了 其实如果我看这段时间很多新闻呢 甚至我们在节目中说的新闻呢 很多报纸都没有做的 所以大家现在去依靠那个新闻的来源呢 一定要在网上多一些去看 亦都要多一些去看别人分享的东西 如果不是呢 你那个朋友的数目少呢 其实你看得很少的 那如果你那个网络比较阔呢 其实看的新闻就很多 比报纸多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觉得呢 非常非常诡异 为什么会有一宗的绑架 还要撕票呢 其实你已经敗路了 为什么后来还要撕票呢 这个就 当然啦 这个超出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的风格 比如这类这样的突发新闻 我们最多是看的 但是我们很少传言 但是我又想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去看 就是既然你立了国安法之后 就是那个社会又好像 比喻我们小市民预期那种那种状态 那你跟着就要追查一件事了 就是是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呢 就是导致很多这样的原本不会出现的 不过这么说 就算在97年之后 比如说我们都有金融风暴 都有2006年我们有次案 都有很多很多2003年 还有2003年那个沙士 经历这么多其实都没有现在这类的情况出现的嘛 那就是说那些人的问题 就是那个那些人是坏了 还是有什么原因呢 那我想这个就 其实邓宁和局长都应该 还有甚至李家超说因为他警务人员出身 都要了解一下 就是这样发生什么事的 那你资源那个配对 你就放在其他地方那里 那小市民那个的 生活安全就不受保障了 那另外也是同时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你先前大罗大鼓 搞那个什么清潔运动 又要捉老鼠 那有没有进展呢 又是做完之后又是 我又是走过这个深水堡里 又是大堆垃圾 就是这些东西是 很讽刺的 李家超说一天解决一个问题 不是一天解决一个问题 一天增加一个问题 不止一天增加 一天增加不止一个问题 一天增加很多问题 那怎么搞呢 交给政府了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当然还要说罗家英 罗家英 不是罗家英 他很好啊 去了吊宴 但是今天要出道歉 要跟这个在微博那里 要跟这个网民道歉 因为当时呢 家英哥呢 就说了 就是香港在女王的庇任之下 成为了福帝 那今天要为这个说话道歉 那我想一想 那个 为什么要道歉呢 那家英哥前几天就写 十三个天写 登基的时候呢 他七岁 那七十年来呢 英女王都是他的长辈 看着他成长到老了 那香港在他的庇任之下呢 人间腹地 还有多少个长辈呢 先花一束 紧致敬意 万世流芳 大将无盈 根据在微博那里 就发表了一个片段 就说自己的哀悼之池 未加深思熟虑 原意只不过是表达老人的怀面 希望大家不要解读 那还跟着一句 这个真是厉害 就是数典亡中 我做不出 我是中国人 我永远爱我的祖国 那这些人不用说的了 这些不用说的 我完全不明白 他道歉之后 他还要做什么 就是那些人都问回头 就是连登 我看到 我都看到这段新闻 那些人都问他 你又不会回去大陆怎么做事的了 那是什么事要出来道歉呢 蔡小姐她太太嘛 哎那真的没得说了 早知道今天何必 就不要去 是吧 不要出声 不要说 就是不用在那里贴了这么多东西 不出声就没事了 今天 这杯烟咖啡真是难捆的 怎么知道难隔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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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阿姐又没去到这么壮 不是回去扭耳朵 不是跪玻璃 但是呢 就可能给点面识 家英哥看一下啦 喂喂 那我都要回 就是啊 我都怕什么家里都是什么人大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啊 OK 我都要回去的嘛 你不回去我都要回去的嘛 我觉得呢 很多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拿来的 第一样东西 你就低调咯 你就好像谁说那样 六八九的暑房 喂 六八九都去的 都有调现的 不过是去鼠房的嘛 他没有出声的嘛 其他又比较高调的 但是呢 这些就是演艺界的 我们昨天都讲过了 喂 你参加这个金马奖 这样都不行的哦 是不是啊 就是你一个不觉意好彩啊 被获提名 喂 你真是跟他金马奖 喂 你不要搞我啊 大哥 你想害我啊 是不是 这条线真是很难界线 你之前 你之前说花木蘭那件事 那些人出来 原来那套戏出来 个个都骂 连中国人都骂 花木蘭不好看 那开头个个都打算撑的嘛 那你怎样呢 那条线去哪里呢 这个就这样的 我反思了一段 我也是觉得可以这样的 就是 你看文汇大公报说什么 文汇大公说什么 那条线就对了 但不过呢 那听我说完先 文汇大公呢 这两天就吠了这个特区政府 说为什么你给新加坡 抢了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有什么去做啊 你是不是特意的 但是不是特意这个韩国上来的 但是所以你看这些 所以你看这些就可以了 那些你可以狂闹啊 好像东北部嘛狂闹 那家英哥这里呢 这样的 就是嫂蝶王中这个呢 和说英女王这个呢 其实就没有矛盾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阿罗家英你出生的时候 他都说了 那时候是英国 就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你老板就是英女王 所以我们叫他舍头黄解 那你转了饭锅了 97年之后转了 那新的老板就是我的祖国 就是这个你可以这样说 就不是说纯粹是你那个血液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会移民的嘛 那你去加拿大那时候 那你就加拿大人咯 你去这个新加坡那时候 就是新加坡人咯 你去英国 那就是你组籍在哪里 你组籍在山东在哪里 武汉这些不关事的嘛 你去了那个地方 他接收了你了 他给你做这个公民了 那你就在那个地方的人 那我说这个话 我都不是憑空他说的 最近李显龙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国庆 他都有说这些东西 喂 你是华裔的 你就是中国移民 你不要再说那些什么 乐业归根了 喂 你是这里的人 你就在这里的人了 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我就觉得李显龙也有所知 我也都认同了 就是李显龙在那里了 那我跟加英说回他那时候 就是在他那个英女王的庇任底下 那加英哥就挺好 又可以做到这个国产007的 这个达文西了 挺好 是不是 又可以做大戏了 是吧 你不要说了 这部戏不能播的了 我禁片 这个是知识的禁片来的 没人记得他是文西的了 是啊 这些是历史来的嘛 不过他讲到万世流芳 大将无形 可能就拿到某些人了 这个是这样的 现在都是用回我团队来说一句了 崩口人记崩口碗 是吧 你现在越赞这个在港英时期的管制 我昨天我这两天都有细数的 麦里号的三大建设 十年建屋计划 地铁 廉政公署 那我想你有哪个香港人 你否定了这三个的 这个这么伟大的功宪呢 是吧 但是今天我们又不会说 走去什么 怀念啊 麦里号啊 他竟然死了 我都不记得了 只不过 就是现在讲这个大英帝国 他已经没学了 大仍然有一个英女王在那里撐住 那这份感情就很明显的了 但是如果你解读成为 喂 我讲那时候的东西 借股奉金是骂你现在呢 那你就可以讲了 那个客观事实当时好过现在的 那个客观事实 那个客观事实当时好过现在的 我不是有什么将它扩大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时我们做入行 第一件事 我初出来 就是在那个 浸会毕业出来的时候 我是不休兼工的 我一出来做社会做事 我三份工 同事在做着 每年加薪的幅度就是 坐下10% 我以前有个旧同事他说的那句话 他说加不足10% 我就辞职了 不是 他不是找到公道之后辞职了 他立刻辞职了 是原则问题的 那你现在刚刚不说了 你不减薪 你留身停职 就是你给我一份工作 我都愿意做的 是的 你现在都在吹风了 下半年成2000家食股会结业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自己加入失业大贡 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我们也不会美化的 一定都有很多问题 甚至我会这么说 那时候的 是报下了现在的总指 就是今时今日 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 譬如你777 或者李家超 以至今天现在是上位那帮高官 都是这个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精英来的 或者所谓精英 就是港英训练那帮人出来的 但是今天 全部可以转了那种价值观 所以这个我又不会完全美化的 就是说 譬如这个楼价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经济问题 那时候已经埋伏了 那你就可以说 港英埋下了这些地雷给你们 等你今天叹 那你就反而可以说这样的 就不要说 现在我们去悼念那个年代 就是去怀面那个年代 就是至少说你现在 只不过你自己心多了 因为你崩口人脊 崩口缓 是不是 那么就说到那个经济问题 事实上那时候 都没听过什么叫经济衰退 或者甚至什么叫经济蕭条 我坦白说 譬如说我由我们去出生 我自己出生 到我出来社会做事 在1997年之前 是没感受过这种衰退的影响 从来没感受过 以前试过一个年代70年代的时候 高地价高利息 试过利息高了20多年 试过的 就是70年代的时候 那怎么供留啊 大哥 那时候没什么所谓 那时候那些人就是公道 那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间 那个经济增长快 一年说每一年 都是十几百分之一 十几百分之一 所以很多事情你们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客观去看 实际上是一个 跟现在是一个差得很远的气氛 那譬如说你到了现在这个疫情了 都差不多三年了 由2019年到2022年 我想到一个摊牌的阶段 譬如说你东方日报今天都 那个头发都说得很清楚 其实现在这个肺炎 其实是等于流行性感冒来的 如果你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仍然是坚持那种防疫的政策 接着我避免到新加坡 一定是抢了你那个 所有的外汇中心 旅游中心 加上书楼 其实你现在已经抢了 不过你还在想着 有点想着怎么去补救 你只是看那个机场 你看新加坡张宜机场 和你现在香港的赤立国机场 里面的舖 你只是看一看你已经知道了 在我们讲的时候日本都 就是手上岸田文龙都应该宣布 自由行动可以的了 就是重啟日本可以 再次自由行动进入 其实之前已经是近市了 就是实际上 但是现在已经抢不住了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再细表了 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那个绑架那里 我们再去看回就是 有第一件事 这个卓越就丢了 那是不是因为那个 没有了这个 不通关 那这些都不需要深究 今天这个托斯丁尼结业 这家餅店结业 但是就很值得说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之前呢 其实就有一个 就是一个持交租的 一个期间 好像应该是半年了 那这个政府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补贴来的 就是帮你们在疫情期间 就暂时交租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投诉的 你一停了这个补贴 就其实很多人就死了 已经 是啊 不是 那那个补贴初头 你是想着 补贴那时候 那个状况 会是回复正常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正在补贴你那时候 你就不用交租 不过你生意好 那你到生意好时 你会补回一些租的 那现在不是啊 那时候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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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租还要更多租 还应该更多租 是不是 但是这家公司又 已经真麻烦了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 就是那个 九月份的那些粮都出不了 那你作为老板呢 其实你应该就 就比较 就是 扶责一些的 就是 你明知不行了 就不要撑下去 那你早就结业了 那第二件事 这个更离谱 就是在那个 就是先前一个展楼 我还卖了病卡 那这个就是 在那个劫之前买的 那换而言之就是 我一看一看 其实它说是那个婚纱展的 就是在去年开展买的 就是我又fair些说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呢 就想到今年 无端端香港就 直接是 就是三月 不是三月 二月开始 它那个政策是搞得那么 就是搞得那么衰 令到真的 差不多整个 整个 哪一行都死了 那我觉得它那时候 已经欠債欠得很厉害了 那它也要说的 就是它 就是 现在开了群组了 那些人要追回那些饼卡 九千多张啊 都不知道怎么还 是啊 那不用还的 这些不用还的 我想起 就是98年的那家超群饼铺 那是经典来的 那时候擠提饼卡 现在好像接永杰轮回又来多一次 不是很多东西都回来的 是吧 绑架案又回来 街头这些打劫标普又回来 但是刚才你说的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说去年 我想现在那些人没吵 都不重要的 它现在就开始群组 就说呢 有其中一个人说 就11月终结回 那它7月那时候呢 就是换言之是两月之前呢 就买了2101张的饼卡 每一张 就是10万 就是送给亲友 那因为它这个饼卡呢 就有六五折的优惠 还有一个饼卡 2025年才到期 2025年 有时候我觉得大家 就是细事难料 今年年尾的事 你都猜不到 你怎么猜到2025年呢 所以大家就是说 但是说的没什么 就是为什么呢 比如月饼你都会做 就是买饼卡 就是做生意 香港人一直都均真的 那有人就说 我引述一下 不是我说的 就是这个葛西尼的全心欺骗 他中秋前还在卖月饼 中秋之后才说是结业 是不是 还要收工才出帖 那些是深的东西 就是等他没收工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到 就是现在做生意的人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人就是说 这个人呢 在王光辉 就是他在2013年 就创办了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一个饼呢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他接受这个《信报》 《财经》《月刊》访问的时候 就是说1980年的时候 他在12岁跟家人 在大陆来香港 讀了小二 就是讀了小学二年级 很夸张的 这个东西 照样不行的 就是 就去工厂做工 这个我真的有点懷疑 就是讀了小学二年级 就去工厂做工不行的 这个东西 那接着呢 就是他用了储蓄和他的朋友 就创业 但是他也能把这个安踏的CEO入股 就是虽然说现在退股了 那我就这么说的 我就会是 我这些事情我就有点少少 可能 好像怀疑的态度 他自己写出来的故事就 喂 我是这么说的 想说什么呢 就是 今天呢 大家都平權 很多时候你就说 不要一觸光打船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在大陆下来的人 做生意呢 就相当不均真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心 就是好像现在这些群组说 他有心去做这件事 但是起码一件事就是 你明知道那个铺头 就是不行了 他自己说了三分之下跌 这个三分之二 为什么你不及早去想 就是怎么样去 cut loss 去处理好这个后市呢 那如果你说 就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他们这一类的 就是在大陆下来的那些 那个扩张的速度很快的 我自己看那些铺的名字 不过我不在那里开他们的名字 那个扩张快到 是不认得的 他帮什么呢 就是可能借贷 或者做了一个所谓的品牌出来 跟着呢 就上市之类的东西 在这个经济很繁淡的时候 就是说那些的 经济泡沫的时候 比如在大陆那样 哇真是 可能一支扩盡水 你可能会上到市的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到有这个经济衰退 甚至现在的蕭条 接近了 那很多时候这些 就全部 就是会见到那个增长 所以这个 这个 饼铺的例子 都体现到一个名言 就是这个古神 不菲特港 它当朝退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哪个是裸泳 就是没有穿衣服 那现在就看到了 就是在那个朝堂的时候 其实你都可以 如果你说下跌三分二 其实你不一定要这样的 你可能在说那些铺 你觉得做不行的 就是关于那些 你还可以顶住的 是吧 那为什么现在去到这样呢 就是全政建业呢 还要有些的饼卡 涨不了数呢 其实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想在我记忆中 就是很多很多 比如以前那间关键旅行社 卖了 接着以前是一个很 我想大家都记得 就是在电台那里卖广告 那关键是什么人 关键以前很久以前是一个播音员 可能后来就转行 到他做了一件 就是有个名字 卖了之后 说那一尾十 那老闆就 不知道是不是回到大陆 跟着就当事收党 那些人给了钱 那些人就完全瞧起了 是吧 很多很多这些例子的 那你不要说我 就是对这些大陆的歧视 因为我举出另一个反例子 黎智英 你看到黎智英那个 他都是在广州下来的 那他做了一段路 又是做得很出色 是吧 跟着搞《一周刊》 跟着再搞《苹果日报》 跟着又搞《Easywen》 《Easywen》 很多 那你但是看到他 他每一棵 他去埋味的时候 譬如以前那家《Easywen》 那家 最后都蝕钱的 都搞了一锅足的 但起码不会搞到现在 是吧 但是基本上 譬如说这些大陆下来的 就是做生意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正面的说得很进取 很aggressive 就是说得不好听些 就非常的狼 很多东西都是想着 可以过得关就搞定 那现在今次到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经济的衰退 甚至可能蕭条 那慢慢的 就很多这些 的情景就出现了 那就 刚才蔡小姐提到 就应该 那个 饮食园会的 王家和就说 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情况 再搞下去 就是六千间的 食肆要结业 那我相信是这样看 就要结业这个问题 其实就 就是早在之前 都已经是出现了 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 你一天的政策是这样 那那个客观的状况就是 就是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那你如果你要 就是这个政府 就是要做些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去说呢 就是简单来说 我刚才说 不是这个 六千间 是八千间 就是香港 餐饮业联会 协会的会长王家和 他刚才我们也说错了 是三个月的暂缘追租的租金 不是半年了 那是七月底结束了 所以现在那些食肆 就被这个业主追 追数了 那我们 就是 现在就说 他就说在八月那里 有五六成的食肆 八千间 就面对这个追租和收律私信 那就是 如果是这样说 不如你就直接和政府给一个建要的 你叫那些业主 不准追租 再多三个月 但是我 我就奉劝王会长 你一天这个根本的问题 你不解决 你多少 不追租的时间都没有用 因为你实际上是虧下去的 你虧到我哄 你自己哄不了 接着人就破产了 你倒不如现在这样 政府说得很清楚了 喂 我们去到现在我们不检讨的 我们不什么 那就是 大家果断就算了 是不是 那就看那个失业潮会怎样 那失业潮跟着又怎样影响治安 其实 如果你说得很清楚一点 其实你看《东方日报》已经讲完了 我们又不用什么去 但是呢 你现在发觉到一个情况 就是政府呢 不知怎样的 它很多的专业放了一封出来 其实现在呢 就 譬如我拍两 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三加四 或者这些强劫的那些 弹不了它原本的 已经没有了原本的意义 那如果是这样的 你放了一封出来 你这个舆论最准备的 不妨进取一点 好像日本那样 是吧 全面开放 但是你又不是 是不是 因为一路有 文匯大公跟你说 你不要什么 不要这个 就是 对外通关 先冤冤这个 对大陆通关 是吧 那又不行 那你自己先搞成一样东西 喂 现在是谁拿贓 是吧 就是究竟你那个 大的方向 你是 是 要先经济复苏 还是还是动态清零 就是 到现在还在咬这个问题 那我非常非常的狠 也都浪费大家时间 是吧 那你倒不如 就是大家 你不搞了 就算了 就算了 那这句说话呢 我不是 腐气说话 我不是 我讽刺 因为你再搞下去呢 你现在说 撿了都好啊 为什么呢 就是 喂 到其时 这个开放之后 都不行的时候 那你又是 就是 又是继续是 欠债 就好像现在这个 Cosini 这个这样 是吧 可能他Cosini 那老闆 未必真的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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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自己安眠无恙 但是你基本上出去做食肆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 那个环境是怎样的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不需要说 就去远远转动的 你就应该好像何柱国 或者这个 其他这些大妈生 就是直接说一下 怎样做 那政府听到的 这些 政府听到 接着他会反映给北京听 就是看电视 反正 现在这个 二十大有章 就开了 12月16日 应该很多事情 都在之前 其实已经有定论了 不妨 这个时间 大家讲得清晰一点 就是你自己想怎样 还有你讲 如果不是怎样 我怎样 如果不是这样 我闪的了 我倒闭的了 我跟着去新加坡的了 你不如这样讲 大家还不用这么转弯抹角 所以 关于2019年的问题 如果大家现在还放资源 放时间 再讨论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多余 举起来一个例子 譬如叶兆辉 那个港大的防止 那个自杀的那个 就讲一位同学 就是他在这个 在讀大学的时候 讀某间大学的时候 他就因为参与了社会运动 结果被判监 出来之后 那个大学 因为这个影响效率 而踢他走 跟着他就再考虑DSE 就进来那家大学 这位叶兆辉 又说 那个大学应该给他了机会 我觉得 其实这个年轻人有的选择 他才是留学 他才是走 是吧 就是不用一定要 要再在香港的大学 去读书的 因为你出去 在外面的时候 你见到那个见识 是会更加丰富的 就是有更加多东西 你可以见到 别人的学校不会介意 你其实发生过什么事 可能欢迎你 我说这句话 也有那个根据 譬如很简单 比如这个利物浦 这个球队 有人现在跟他说 那个英女王 那个小小的日子 如果开球的时候 因为现在停的 或者他们 照球装的时候 没有封 利物浦的求迷 求那个球迷封 这个英国的英女王 那是呼吁 那为什么是呼吁呢 不是动用这个 这个港版国安法 就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跟这个 就是英国的政府 有些的过节 在80年代 大創意掌权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利物浦 是什么 manage the kind 是有控制的 就是令它衰落 搞笑成这样 那利物浦是一个港口 很著名的 都要搞成这样 所以他们很生气的 但是他那边就是这样的 他又不会立法说你要怎么样 要在这个奏国干的时候 要属立 要英女王 要看到国旗要怎么样 那他们又没有这样的 甚至说他们做出一些 虚的情况之下 都是只不过劝语 那昨天英国首相 前者上波数人都叫他们不好 但是只是这样而已 就没有说要拉人工艇 那你出去见识一下 就见识到这些东西 那我说是谁对谁错 如果你让我做 我立刻立国国 什么法 你不唱的 或者你去 立刻抓你 如果给我就这样 但是其他地方未必是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好像那位叶兆辉 那样说的 哇声力俱下 你这大行应该什么 我是反对的 是不是 为什么呢 那个年轻人本 那个年轻人本身 应该自觉都会这样的 不读大学是不会死的 如果你想读 其他地方都有机会给你读 那你就去拼我了 经济条件 吴容海或者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经济条件都不行的 我当年我都是读大学的时候 我都是没有钱读的 那接着就做了几年的东西 然后就去读 就是你一定的年轻人 一定要有这种这样的 就是比较大的胸襟 就是去到譬如说 你这个受到这个努力之灾 那不需要背着这个 这样的记忆在身上 我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 就是不需要靠叶兆辉的人 去教你应该怎么做 其实你自己经历过这种苦难 你反而要反省就是 这个经验对你成长 有什么的帮助 就是可以是很多这种不停的思考 尤其是现在去读大学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那个留学的可能性 因为是被你见识到很多 那个眼界扩活了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想一想 好了 接着就剩下时间 就要讲讲这个国际大事 那国际大事方面是怎么样呢 就是很不幸地 虽然现在这个乌克兰呢 它就全面大反攻 但是俄罗斯又不是正经经 和它面对面会战 是寄支飞弹 去扎林斯基家乡那里 射爆了水壩 那接着呢 现在是水浸 那我觉得这一下就是这样的 是非常非常 很阴湿啊大哥 这不是阴湿的 这是老土 你打就打 你又要搞那些什么 那你射了人那个水壩 人家水浸 那人家会不会投降的嘛 又会弄死人 就是这些搞得人家很不方便 是吧 但是又不是真的叫做 对那个战局 有什么战略性的影响在那里 现在纯粹情绪 这个纯粹是什么 这个 发烂宅 发烂宅 就是发烂宅 那所以呢 就是习主席他见到他的时候 其实应该跟他说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 就 那习伦司机那里呢 他是有一个车禍的 就是车里被人撞 那我怀疑这个都是一个 暗杀可能性的 就是可能他那个出从 就是他去到前线的 就是刚刚那个所谓解放了 那个其中一个城市 那可能他 他当然事先不会公布啦 他就去到才见到他啦 那可能那些人呢 就是有一些的 这些亲吻的分子 去做这样的 但是他安然无恙的 我也不相信说 就是就算他现在有什么 的三长两短 这场战争的结果 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呢 因为那个结果 是由这个西方去决定的 这个决定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叫你打到哪里 你就打到哪里 他叫你打克里米 他告诉你你可以打克里米 这个乌克才可以打而已 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些 重型武器的供应呢 其实乌克兰都能打 就是非常非常难打 但是现在就势如破竹 那用回我之前说过的话 俄罗斯兵敗如山倒 不过呢 我今天仍然看到一些人呢 就仍然是不服气的 那应该是台湾那边的 那很奇怪 台湾方面去看这个问题呢 都是非常之落后 就是某些的segment 就是说 现在其实这个呢 就是俄罗斯的部署来的 现在俄罗斯的主力呢 仍然未出 几个月之前 有个人已经说过了 那个人 我完全不认识他 就是记得他叫郑南 大哥 现在打了半年 二百多天 总主力还未出 你看到那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要精致的那些 就是坐牢 或者是 路改犯 是啊 那些囚犯要上战场 或者是给高薪的 那些所谓这些的志愿军 顾庸兵 顾庸兵 顾庸兵其实已经失败了 那个车臣那个 就是顾庸兵的那个首领 那些都变成障碍的了 最开始就找那些打咯 是啊 他最初找那些打的嘛 输到妈妈都不认识 那现在又找什么呢 找志愿军 就是给高薪的 就是坐牢的出来 就是 上去打就可以 不用坐牢 那些那些都可以打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 他现在要用这些 那主力在什么呢 那主力死了 或者伤了 伤了成几万人 那我觉得很不幸的 在台湾那边仍然有 甚至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仍然有些人就 就是 用自己主观的愿望 去代替那个客观的事实 其实我们都不会的 比如我们一路看那个新闻 那尽管我们支持是 但是我不会说 偏颇到或者我自己去自我催眠 就是一路都在赢的 有一段时间 香港人事实上是相当之艰苦的 就是整个东部没有了 跟着就南部 那我们照如实去看这件事 都去报道 是吧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原则就是 我们从来看这些国际大事 我们要看大方向 它背后的影响的因素在哪里 如果我们一早判断到呢 其实我们很容易去看到 那个事情的趋势 趋势不代表结果 因为趋势在期间 会有一些变数 是吧 但是我们一路都会盯着 一路都会监察着 所以我们去到大概六月的时候 我们才说 就是那个战争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能界点 或者那个结果是很清晰的 不出所料 只不过这个秋季的大反攻 是延迟到八月才出现的 但是一出现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是 完全不可以招架了 那后面有很多原因的 就是经济的问题 它基本上它没有那个 的国家总动员 因为一旦没有国家总动员 打这类的仗 就很吃虧的 除非对手就立刻投降 但是现在不是嘛 就是乌克兰是和你串土必争的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再提到就是 这个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战斗 那最新的发展就是 就是阿塞拜疆是攻击着 在驻阿美尼亚的一些俄罗斯的部队 那这个引证了我昨天的那个看法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说 现在是阿美尼亚先动手 但是我觉得不是的 其实阿塞拜疆在看着那个势 阿美尼亚在事实上也都没有什么 条件动手 因为之前他被那些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射到那些 那些士兵根本都打不到的 那为什么现在要开拖呢 那可能是那个卡拉伯克治州那里 又是又是有些事件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俄罗斯的势弱嘛 阿塞拜疆一直都不 就是一直都未必妥理的 他现在就看你的势这么差 就试试搞你了 看你的反应 我看你没有援兵嘛 那你可能有些兵 因为乌克兰战士可能调走了 他现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几百兵 我们说开头是2000而已 但是我那个数据是2000年出来的 2020年出来的嘛 肯定调走了一些 是啊 那就算你说 就是现在要还汤 他都没有这个本钱的 哇 在里面被人围堵了 被人围堵了 是不是 那现在就再被人踢一踢 你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 那你没有声音出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局势 是明显过明显的了 就是大家不需要去去争论 也不需要去去恥笑 只不过是引上一样的就是 很多时候你如果用一个主观的愿望去看新闻呢 就是你到尾你都不肯去反省的 到尾你都觉得 就是去到现在这么清晰了 你都不可以 你都还在说 喂 其实他是 还有这个主力军队 现在还没出的 就在引着这个乌兰进他的圈套里面 接着就大包围 接着就贴灭他 那你相信你不相信 哇 就算给你是 那接着后面那些美国啊 德国啊 那些其他这些 那如果再给一些更加强的武器 那你俄罗斯怎么打呢 因为这场战呢 其实现在已经体现到俄罗斯本身的 那个军事力量是见底的了 由士兵的装备啦 指挥官的质素啦 后面那个就是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心啦 联络啦 通讯啦 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一塌糊涂 所以是一招就见底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就走去会见这个普京 那那个笑头好不好呢 那听到就不太好 因为为什么呢 看到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呢 就滑一滑 接着就立刻捉着一个栏杆 怕自己就是 再滑下去 再滑下去 因为拜登試过的嘛 就想着很活配的跳上去 接着就不断连续跌嘛 那个叫跌街 那个叫跌街 是啊 但是这个呢 拜登那个我就没那么害怕 为什么呢 他是爬上去嘛 他有什么东瓜豆腐 他除非他当时休克而已 否则他不会有什么 但是现在不是一滑下去呢 这个年纪呢 很容易中风的 就是 这些是蔡小姐 蔡小姐就知道了 老人家一跌一跌 就借些意不断意拜拜的了 是啊 蔡小姐这些很熟的 因为第一样是怎么样呢 老人家一跌呢 尤其是他在这么高那里 就是陈基平的那个梯下来 他一跌呢 跌几级呢 很容易骨折 那第二样东西呢 这些骨折呢 如果不是立刻去处理 或者怎么样呢 就是看一看呢 就跟着有什么中风了 那当然 那还是 这些习近平的国家主席 那些千金之身呢 就是这个这样的农体呢 其实很多人看着它 但是都有麻烦 因为什么呢 你一伤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要退职 那现在呢 你现在签了蓝小姐姐 那你会结合普京 还好幸福那 不在他倒台之前看的 現在暫時他都在家鄉 家鄉那裡有人說要倒他台 但是那些全部被人罰了錢 遲些可能所監 所以現在那個局勢仍然是什麼 他應該掌握到的 否則他不會出來 他出來的話 他告訴你 他現在是在控制 不過遲些是不是呢 這個就真的很大疑問 因為現在這個已經有了苗頭在那裡 就是那些人會出來說你不行 是不是 喂 你給了實權你啦 你現在打又打 這個用了蕭文俊的那個講話 九千八六 是不是 那要計數的 是不是 那你說我沒事 就算你不算了外面那些死了 傷兵那些 那你國內怎麼樣 是不是 這間麥當雷又走 國安又走 這些要計數的 我覺得他到這裏 普京其實已經喪失了一個 作為一個政治家 甚至一個政客的理性的分析 這個德國的總理就在打電話問他 他到現在都沒認錯 那沒得認錯 但是起碼要稍微緩和一些 就像你所說 他如果打到最後 真是逼到入窮項 他真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這樣的 這個是現在整件事的關鍵來的 但是沒有傳媒會做分析 那我就不怕了 反正我又沒有什麼影響力 有些新聞都開始出來 他說他的標誌是說 如果普京打輸的話 是比他打贏的危險 這個day one 其實day one 你要這麼想 一打輸的時候 他就瘋你上來 什麼都做 但是我說了很多次 那個是攬炒來的 如果你去做到這樣 你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敵人 因為以前美國人都放過魚子彈 但是那個背景是什麼 就是你日本當時 你不肯投降 是吧 你還死撐 是吧 那你又不知道對手 那個主彈的真正的威力 只是聽說的 所以美國人為了避免 在攻入日本的本土的時候 美軍遇到這麼大的創傷 同時也要警告蘇聯 是吧 要收斂一點 所以就下了這兩顆原子彈 有很多人在那裡 所以現在不會說 就算有人批評 當時不應得下 但是都不會成為一個主流的意見 但是現在你 俄羅斯 第一件事問 你真正的敵人現在是誰呢 是北洋啊 美國啊 還是德國啊 還是怎樣 因為現在你出來打 最初去講你去打那個 是要將這個烏克蘭非納粹化 第一件事 烏克蘭是不是真的有納粹呢 這個問題就不輪到俄羅斯去做一個法官 真正有那個權威者去講 這個烏克蘭是不是納粹的呢 就是以色列 而且就納粹基本上是猶太瑜 那你怎樣自然其處呢 你這個俄羅斯 所以你這個第一個就是你道德上的理由已經不成立了 第二件事 你打輸場仗了嗎 你打輸場仗 跟著你用核彈 那你炸誰呢 我講了很多次 我不覺得會炸這個很困難 炸它是沒有用的 那你炸了之後 你可不可以不用付這個災難 這麼大的災難的道德 或者法律 或者刑事 也不會的 全世界有了你就打你的了 全世界我講的 除了有幾個國家還支持你的話 但是去到那裡你用核彈之後 我想那些剩下的國家 都很難支持你的 所以你很怕你想了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這樣做 你自己一定是死的了 只不過是你死之前 你要抱著其他人死的嘛 這個做法本身 就是有一個什麼實際的利益呢 俄羅斯的人 他們的精英分子 他們會助使這件事呢 其實俄羅斯那邊今年來講 已經九個富豪死了的了 要是跳樓 要是自殺 要是怎樣的 被自殺 被自殺 那這些全部是說 可能他們講話不合聽 或者 其實他們跟普京都friend的 不過就是 講一些普京不合聽的說話 是不是? 喂 到現在不行了 收手啦 普京不肯聽 所以就丟掉這些了 我有一個看法 我覺得就是精軍費他們不肯給就直接禮了 哦這樣的 你如果是直接這個精軍費就不用說要自殺的 你這個充公已經可以了 在他的權力底下 他有這種權力的嘛 那我相信就很多很多人在後面的 但是這麼多人死了 那其實現在就更加說這些人不敢說話 就等你去到尾了 去到尾就好像希特拉那樣 打到來的時候 跟著就自殺了 但是哈蘭又未必打到你那裡 但是你國內 你現在的經濟情況 你只會惡化而已 你不會說有什麼好處的 是嗎? 好了 講到這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中國啦 因為我們經常說哈蘭戰役 其實我們真正的焦點就是中國那邊 那現在就是去見這個普京是一個 解決一個我們的言運 就是究竟栗戰書在俄羅斯裡面說過什麼 他說在各方面會和這個俄羅斯有策異 是嗎? 那是不是代表說中國會提供了一些的軍火 或者提供了一些人士的什麼 或者一些情報呢? 那這個環球交部出來否認 就是沒有這件事啦 不要被俄羅斯綁不綁這件事而已 但是大家在想 就是栗戰書本身是一個 就是他和習近平的關係相當之密切啦 那是不是他個人一個 打一個口訊去呢? 如果是打一個口訊去的時候 就是是不是事先和這個俄羅斯方面說 那這個兩個我們私人告訴你 你不要傳出去啊 那現在就不是這樣 初來我都猜錯了 我覺得俄羅斯屈他 但是現在看上去就不是 但是裡面是不是有些東西中國沒有deliver到 說了沒有做到 而俄羅斯方面特意要給壓力中國 那一給壓力中國 我覺得就 這個就不是兄弟所為的 是吧? 說有些東西自己 桌子自己拆掉啦 就公開講 人家很尷尬的嘛 是吧? 現在是還是不是呢? 那所以我現在我想呢 習近平去見普京這個呢 其實就是 會幫我們體驗這件事 就算他不說 我們看出來呢 接下來那個公佈 因為兩國的元首會面之後 經過有公佈 沒有公佈就糟糕了 沒有公佈就糟糕了 那個公佈是不是大家對 完全是中俄那個版本是一樣的? 不是 那這個又要走去 所謂的尋章摘據 就是做一些細緻的分析啦 但是看下去現在 就是中國 北京要有一個很 要有一個決定 就是普京 不是說俄羅斯人 是普京 就是撐不撐下去 撐不撐普京撐下去 那這個也都要 不能夠說到那個 撐就撐下去了 你要看那個時勢是怎麼樣的 那你到後來 普京撐了台 那你怎麼撐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這個白羅斯那邊就很醒目了 現在馬上跟這個烏克蘭Fan 這些已經看到個勢了 主要那些還說什麼俄羅斯主力未出的那些呢 那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愚蠢 你看看這個白羅斯這個總統 盧森科高 他怎麼轉態法 你就知道了 Anyway 我就不會猜的了 我就最希望呢 其實就 今天這個節目可以等到習近平見了 普京那時候有什麼特別的公佈啦 但是so far 我們現在做的時候呢 就還沒等到的 那我們不如就等明天 到那個事態比較明朗的時候呢 我們再跟大家呢 就去這個見面啦 就是去分析啦 那就...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餐飲聯會那裡呢 我們要講清楚一點點啦 就是呢 王家和這位 香港餐飲業協會的協會 餐飲業協會的會長王家和就說 有五至六成 即是達了八千間的食肆 在上個月給業主追租 那我相信如果他這麼說 香港的食肆又去到成... 一萬五千至一萬六千間啦 如果是這個就對了 大部份的已經獲了業主減租和分期收租啦 其餘呢 也未能解決這個租金問題呢 如果在這個月底 都未達成共識的話呢 一共二千間食肆 沒有犯法交租而結業 講了清楚一點點啦 但是呢 這個講法呢 我相信都會發生的啦 就算有些什麼新的措施呢 都會發生的啦 Anyway就這樣啦 大家 都要因應那個防疫的措施 他叫你如果事前要走去懸含酸 要打多少針 你一定要跟著照做的 要不然就寧願不要出家吃飯啦 這個是我的忠告來的 要不然你違反了這個政府的呼籲 那不好的嘛 是吧 我們要跟著政府的指示照做的嘛 說得你這些食肆結緣 仆街也好啦 這個就不關我們事的 OK 好了 阿蘇先生 如果沒有什麼補充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啦 那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拜拜 我知神 阿朗哥和鄧衛煮了一道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追一下牛扒 然後呢 這邊有質地腐蝦 還有這道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脂肪 這道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南文化 多謝大家 支持廣告 和支持梁錦晨峰的實驗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